哈喽大家好,我是波尔文 今天上来南诺山半坡老寨朋友家喝茶 这里是南诺山半坡老寨大门 南诺山是哈尼族 在大门旁边是哈尼族形象的雕塑 现在到了半坡老寨朋友家里 朋友家门口立了一块石头 茶一片树叶的故事 因为有一个纪录片叫茶一片树叶的故事 其中有一些镜头故事情节就是在这里拍的 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 这个纪录片的一个主人公车结架 其中还有英国的BBC纪录片也在这里拍摄过 去朋友家里面看一下 杰哥以前是南诺山的村长 杰哥炒茶是非常厉害的 在南诺山也是非常有名 拿过很多茶王奖 这个是纪录片查一片树叶的故事 导演王冲霄对车结的评价 这个也是当时拍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写的字 杰哥 我小孩他们 好久不见了 关云楼 朋友家的房子建得特别漂亮 这里是做茶叶的赛棚 平时做的茶叶就在这里晾赛 我们现在去二楼茶室看一下 它的茶室非常的漂亮 二楼的茶室很大 而且非常漂亮 全都是木质结构 我特别喜欢这种木质结构的房子 冬暖夏凉 这个茶室的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 对面远处能看得到建筑的地方 这里就是西双版纳景峰市 远处山上的樱花已经盛开了 非常的漂亮 喝什么茶 喝什么茶 这08年它的珍藏版老万章 08年珍藏版老万章 所以是昨天还是前天发出来的 平时都喝得到 这个有多少 没有没货 就是喝的 对 08年老万章 我们自己喝的 在半破楼再喝老万章 结果这里好茶多 这老万章入口就是甜 我第一次喝这个时间比较短 平时都喝了几年 纯的很少 对 像那种纯的老万章 有年份的很少 老万章新茶的时候 他喝起来就口感很重 放到时间长了 他就没有那种 所谓的老万章霸气 对 对 就跟一五茶会相反了 对 现在好多人上来了 你们拍不到这几天 这几天 这段时间来版纳旅游的特别多 喝得舒服 几乎是没有苦涩的 甜 然后茶汤的厚重感 好满度还是非常好 而且茶圈 现在再来喝一泡杰哥做的他们自己家的半坡老载古树 这个是去年的春茶古树 去年的还有多少 一百多公斤 去年的 今年 就是二二年的 这个就是二二年的是吧 你家一年有多少量 自己家的 强量 好的时候是缺茶就一吨左右 一吨左右 古树 好料 但是就两年吧 每年都在缺茶 缺茶 是吧 这个是春茶什么时候的 这个是高峰期的时候的 高峰期是什么 就是四月二十 二十号左右 哦 二十号左右 去年的茶特别的装饭 可以啊 这个茶 我 今年春茶喝过好几家的半坡老载 跟这个口感比起来一会一样 我南諾山的茶 特别是像半坡的这个工艺 确实 每家的不一样还是 茶叶是一样的 但是工艺 很小 做工宽的 对 因为我喝 其他家的一些半坡 它的那个色感很重 甜度没这么高 嗯 像这个茶喝起来的话色感很弱 甜度很高 回甘是很好的 茶汤也是比较滑 好几家 今年应该 茶叶应该 给做点 这个天气好像 已经那个 发芽了 芽但是还没有看得到 但是这个天气现在就 温暖了 温暖了 温暖了就快了很多茶叶 这个茶叶也是你自己杀进的 我自己杀进的 我家里面的茶叶好像不停了 这个最起码能喝到这个比较传统的正常的这个南洛山的味道 南洛山的味道就是很好吃 嗯 尤其是 我爱情是好甜 海货 现在跟他们说的一样 又说又苦 对 其实南洛山的茶 它的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甜 嗯 还有半坡老山的香甜 对 如果你做对了就香甜 就比较美香 对 喝茶又喝一甜 喝到后面又来一甜 今天在朋友这里喝了一泡 南洛山春茶古树 它这个工艺做的非常好 跟之前在寨子里面其他家喝的 半坡老寨的古树 区别还是挺大的 明年的话也可以做一点半坡老寨的古树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